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我们学习Ubuntu服务器版的包管理 我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包管理其实只有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包管理文件 另外一个是包管理命令 我们分别看一下它们的含义 咱们先看一下包管理文件 就是下面这个文件 etcapt下面叫sources.list文件 它记载着系统软件包的仓库的位置 用于系统的更新 以及安装过的软件的更新 在前几期咱们这个系统更新的视频中 我已经给您讲过包管理文件的内容 今天就不再说明了 好,我们看一下 如何给包管理文件中添加一个软件仓库 在这个例子中 咱们给包管理文件中添加一个 外部代理服务器Nginx软件源 这样系统就会自动的更新最新的Nginx软件了 这种包管理的方式 对于服务器维护的网管朋友来说非常的方便 好,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步骤 首先咱们以管理员的身份 使用nano命令打开sources.list文件 然后咱们添加这两行代码 这两行代码是Nginx软件仓库的网址 添加完之后保存退出 同时执行系统更新和upgrade命令 这样系统就能够找到 刚刚咱们设置好的Nginx软件仓库的位置了 好的,接下来咱们实际设置一下 Nginx软件仓库 然后把它更新到系统中去 我在这里面敲su.nano 然后指定刚刚的sources.list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请稍等 由于更新系统文件 所以这里面需要用到管理员的口令 我在这输入口令 好,文件打开了 咱们看到这个文件里面 默认有好多的软件仓库 咱们这些都是系统自带的仓库 咱们不要管 咱们把光标放到文档最下端 然后加上咱们需要的Nginx的软件仓库 就是这样的代码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好,然后Ctrl-O存盘退出 Ctrl-X退出 好,咱们用咱们上次执行过的 APP命令 进行系统更新 看过上期的朋友 应该对这个APP原因不会陌生 好,咱们看一下 Nginx是否已经更新进来了 其实在这个地方 存在一个错误 就是说Nginx的软件仓库 没有被本地的Ubuntu系统所识别 原因是因为 咱们没有给本地 添加一个Nginx软件仓库的key文件 这个问题 我在以后的视频中会给大家说明 今天咱们先忽略跳过 好,咱们接着往下看 包管理命令 在Ubuntu包管理系统中 有这么四个命令 作为常用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是apt-get命令 这个命令 它负责软件包的安装 删除等维护工作 它帮我们解决了 软件包之间依赖问题 非常类似于 红帽系统中的RPM命令 下一个是apt-cache命令 它是软件包信息的查看工具 比如说咱们查找一个软件 或者看一个软件包的信息 用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接下来一个命令是TaskSelect命令 它是软件包的安装任务工具 它可以帮咱们一次性的安装一套软件包 比如说咱们想安装一台LAMP服务器 那么咱们执行这个命令 它会一下帮咱们安装Apaq MySQL PHP的软件包 非常的方便 最后一个命令是Depackage命令 这个命令与apt-cache命令 非常的类似 它也是包管理工具 但是它更加的底层 可以执行很多apt-cache不能执行的命令功能 在这里我列出了 咱们最常用的apt-cache命令的一些个选项 咱们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描述了 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作业内容 今天的作业内容是给本地的Ubuntu系统 安装一个网络扫描工具NMAP 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 首先咱们通过apt-cache受命令 咱们显示一下该软件包具体的软件内容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由于在屏幕下方可能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把这条命令放到屏幕的上方 或者回撤 好大家请看通过apt-cache受命令 NMAP的软件包信息已经显示出来了 这里是包名称 以及包的各种信息 优先级版本等等 下面这个地方是包的英文的描述 大家请看最后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这个是软件包的支持期间 一般选择五年 五外就是代表五年 这样系统会为咱们在五年之内 自动的更新这个软件包 这是推荐给大家使用的更新期间 当确认完这个软件包的信息之后 咱们通过apt-install命令 来安装这个软件包 我把它拷贝过来 好的回车 咱们安装 大家看到会花费咱们硬盘18.6兆的空间 咱们选择Y 继续来安装这个软件包 好NMAP已经安装完了 因为它是一个网络扫描工具 所以咱们用这条命令扫描一下Google服务器 咱们看看Google服务器有什么信息 为了看起来比较好理解 咱们还是在屏幕的上方执行这条命令 好咱们按回车键 好的 Google服务器给咱们访问回来好多的信息 咱们来看一下 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两行 就是说Google服务器正打开的端口 一个是TCP80 一个是TCP443 来代表着HTTP和HTPS的协议 其他端口都是关闭的 当然这是为了系统的安全 好的 接下来咱们使用ATPGAD的Push命令 把刚刚安装的NMAP转件包 咱们再把它卸载掉 好咱们执行一下这条卸载命令 问我是否卸载 选择yes 卸载 卸载很快就卸载完了 好的 咱们再执行一下刚刚的扫描Google服务器命令 看一下结果 大家请看 这条命令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就是软件包的安装和删除的操作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所有的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希望您能够关注我其他的Linux的视频 好了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